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连体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吃饭 另外一个会不会饿死呢 如果其中有一个去世了 另外一个还能活吗 连体人虽然要共用一部分身体 但是他们的思想却是独立的 甚至兴趣爱好和性格也可能是天差地别的 一般来说 如果连体人共用异服内部器官 那么即使只有一个人吃饭 也能维持生命的正常运行 因为身体的原因 做任何事情两个人都必须要在一起 这就需要他们有着更高的默契度 另外一方面 连体人和正常人一样都要面对生老病死 因为他们的血液和人体构造是相同的 如果有一个人去世了 没有及时地通过手术分割开来 一旦坏死的身体造成细菌病毒 那么另外一个人也会相继地死去 目前连体婴儿的分离手术成功率极低 因为身体的原因 连体人不仅生活上有着很多的不便 有时也会遭到周边人异样的眼光 所以为人父母一定要在怀孕期间做好各项检查 不要让孩子生下来受尽折磨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